台阳美术协会创会90年 是台湾历史最久的民间美术团体 而今年在大顿化中心展出有六大类的艺术创作 作品更是高达有127件 超过百位艺术家来出席祝贺 除了鼓励艺术家持续创作 也希望新一代艺术新赘可以传承前辈艺术家的精神 台湾历史最悠久的民间美术团体 台阳美术协会这天在大顿文化中心展出六大类艺术创作 作品高达127件 逾百位艺术家共同出席祝贺 见证这场艺术饗宴 创办的时候几位都是游画的 游画的老前辈 后来到第六届增加了胶彩画 胶彩画部 第七届再增加了胶塑部 那到三十八届增加版画部 所以总共我们就总共有六部 所以台阳可以说是一个综合性的民间美术团体 台阳美术协会创会90年 知名艺术家倪朝龙 剪家柱王守英等都是会员之一 作品多半取材土地情感 像是这幅港编协奏曲描写渝世人文港口风情 获得本届台阳奖的肯定 其实是使用油画这个美材奖 那么我的一个创作理念就是 因为我最近的一些系列 就是渝港 然后会含有一些人文的色彩在里面 因为我本身是高雄人 那高雄有前镇渝港这样 那还有台中我现在居住在台中有无奇渝港 其实台湾四面黄海有非常多的渝港 今年是台阳90年的这样的一个生日 90年的生日 那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跟着 接下来美术馆的成立呢 我们也集结了非常多的画会的活动 希望能够让所有的艺术家 全国的艺术家 借由画会的这样的一个组织 这样的一个交流 可以让自己的作品更为精进 鼓励艺术家持续创作 也希望新一代艺术新锐 传承前辈艺术家精神 展期即日起到7月10日 邀请民众来欣赏游民家和新秀 共朴的艺术盛宴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播导